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江桥巨无霸 福建梅州湾 避海茫茫 海浪滔滔 海面之上 一座座高达三十米的巨型桥墩横跨梅州湾 由钢筋混凝土桥梁段架设的桥面正沿着桥墩逐渐延伸 这是中国首座跨海高铁矮塔斜拉桥 梅州湾大桥的建造现场 梅州湾跨海大桥是福夏高速铁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全长十四点七千米 其中海上施工长度达十点八千米 通车之后 从福州到厦门的高速列车将以三百五十千米的平均时速从桥面上通过 在已经建造好的桥面上 一辆外形奇特体型巨大的机械装备缓缓行进 它有着前后两段车体 有一根长一百零四米的巨型钢梁连接 每段车体有二十一对巨大的轮组 这是中国高铁装备研发团队专门研发的新型高铁架桥机 它可以运载长四十米 重达一千吨的桥梁段 穿山越岭跨江过海 能够在多种工况条件下架设高铁桥 随着中国高铁工程的快速发展 新型架桥机将成为未来中国高铁建设的重要装备之一 新型架桥机已经移动到了架桥现场 即将进行架桥作业 但是 架设高铁桥 充满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桥梁段长四十米 重达一千吨 相当于三架空客A380的重量 要吊桥这么重的桥梁段 新型架桥机必须具备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否则 桥梁段的千吨重量可能会导致架桥机的主缸梁弯曲 甚至会造成架桥机发生轻翻事故 那么架桥机是如何吊桥桥梁的呢 传统高铁架桥机 有巨大的框架式支撑结构 架桥时 架桥机利用支撑结构的平衡性 向前移动到两座桥墩之间 吊桥设备会吊起桥梁段 从架桥机的后方缓缓通过宽大的机体 移动到两座桥墩之间的位置 和已经建造好的桥梁实现精准对接 但是与传统架桥机结构的不同 却让新型架桥机架桥的方式成为一个难题 新型架桥机要想架设桥梁 就必须要向前移动 直至让悬挂在车体中间位置的桥梁段 到达两座桥墩之间的位置 这样才能实现吊桥 但是如此一来 就意味着架桥机三分之二的车体 需要完全脱离路面 悬在了空中 要想实现架桥机的平衡和稳定 工程师们需要给架桥机设计一个 用来支撑架桥机稳定的支腿 这个支腿位于架桥机的前车体位置 可以在架桥机架桥时支撑在桥墩上 对架桥机起到了平衡作用 是保证架桥机安全架梁的关键部位 因为它在整个过程中作用非常大的 在过程架梁的时候 我们前车的走行机构 是给桥面分离的 它的重量自然也就 由咱们组织来承担 如果我们这个结构设计不合理 它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 但是在设计时 工程师们却遇到了难题 由于架桥机高度和宽度的限制 主支腿结构尺寸不能太大 而且要具备吊桥一千吨桥梁段的强度 工程师们设计了各种结构方案 但是经过计算却发现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方式 主支腿的重量都不会超过五十吨 这让工程师们非常担心 不足五十吨的主支腿 能否承受架桥机的千吨重量呢 事实上 用体积小重量轻的结构 来支撑重量重体积大的物体 并不是不可能 我们做的折叠椅能够支撑起人们上百斤的重量 跨越江河和峡谷的大桥 可以靠按照一定结构方式排布的钢篮 拉住重达数千吨的桥梁 日常生活中 类似于这样的案例 比比皆是 工程师们只要找到 让主支腿能够承受压力极限的结构方式 就能解决主支腿的支撑难题 最终 工程师将主支腿的结构 设计成三角形结构 在工程力学中 三角形结构被称为最稳定的结构 经过不断的改进和测试 工程师们将主支腿的重量 降低到25吨 但是 在梅州湾跨海大桥的建造现场 重量仅有25吨的主支腿 是否能支撑起架桥机 完成架桥作业呢 新型架桥机的吊装系统 吊装着长40米 重1000吨的桥梁段 缓缓向前移动 当前车体完全脱离桥面时 新型架桥机 三角形结构的主支腿 缓缓张开 支撑在桥蹲上 帮助平衡稳定架桥机 一切准备就绪 新型架桥机的架桥作业 正式开始 现在新型架桥机 吊装着桥梁段 缓缓移动到两座桥蹲之间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环节 架桥机必须将悬载半空的桥梁段 精确落在两个桥蹲上的指定位置 在这段时间里 桥梁段千吨的重量 将对架桥机的主梁和主支腿 形成巨大的压力 主梁和主支腿 是否能够承受住压力 顺利完成吊桥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长四十米 重一千吨的桥梁段 正被新型架桥机悬吊在空中 新型架桥机承受着千吨重量 将完成桥梁段的拼接和架设 新型架桥机顺利完成了四十米桥梁段的吊桩作业 接下来 它将继续在梅州湾跨海大桥工程中 承担起架桥的重担 帮助建设团队完成跨海大桥的建造 而为了让新型架桥机 未来能够在光线昏暗 空间狭小的隧道等工况下通行施工 工程设计师为新型架桥机设计了 自动避障 自动驾驶等创新系统装备 让新型架桥机能够在黑暗狭窄的隧道安全通行 但是工程师们还有着巨大的担忧 在建造梅州湾大桥的过程中 无论是架桥机还是辅助架桥装备 都需要长期频繁地吊桥桥梁段 桥梁段长40米 重达1000吨 在吊桩过程中 桥梁段必须保持水平 若桥梁段在空中发生偏斜 对吊桩装备就会造成受力不均匀的情况 如果桥梁段四个吊点距离地面高度的偏差太大 桥梁段的重量可能会拉弯甚至折断吊桩设备 过去 吊桩桥梁段 全靠工人来进行观察和调节方向 但是 桥梁段被吊在空中 人工观察 难免会有误差 那么 怎么样才能保证桥梁段安全平稳地完成吊桩呢 我们这两个是它是根据我们旋转的这个方向自动匹配 为了保证桥梁段的吊桩安全 工程师们为吊桩设备研发了一种能够自动平衡 自动纠偏的系统 确保桥梁段吊桩的平稳 但是 和人工纠偏相比 新的自动纠偏系统到底效果如何呢 一场测试即将开始 在运输梁段的搬梁机上 一段桥梁段即将被吊桩 搬梁机将采用人工纠偏和自动纠偏 两种方式吊桩桥梁段 当桥梁段到达一定高度时 工人们会进行测量 看看桥梁段是否能够保持平衡 首先采用人工纠偏的方法 吊桩桥梁段 升到一定的程度的 我们一起去测一下吧 师傅 我们一起测一两种 一去测量一下 这个速度的偏差到多少 好好好 走吧 现在 桥梁段悬停在半空中 工程人员对桥梁段四个吊点位置 距离地面的高度进行了测量 看看 桥梁段四个吊点距离地面的高度 是否一致 桥梁段四个吊点距离地面的高度 最大高差 竟然有30厘米左右 那么采用自动揪偏系统 来吊桥梁段 会偏差多少呢 我们再测这一点 工程人员再次对桥梁段 四个吊点距离地面的高度 进行测量 结果显示 大桥机等一系列创新装备是怎样提高 每周弯大桥的 施工效率的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讲述 由于采用了新型架桥机 以及一系列新型辅助装备 每周弯跨海大桥 14.7千米的桥梁 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架设完成 2021年11月 每周弯跨海大桥 实现和龙 预计将在2023年 随着福夏高铁的开通 实现通车 中国正在加速建造 全国性高速铁路网络 中国高铁正向沿海 沿江 以及中西部地区 建造延伸 这就需要架桥装备 能够穿桥过岁 跨海渡江 而高质量创新装备 和创新科技 成为现代高铁工程 可靠的施工保障 这些先进机械装备的 广泛应用 将助力中国工程建造技术 逐渐实现自动化 无人化的升级跨越